我出家的时候 老和尚告诉我 奖金不行啊 奖金没饭吃 现在人不知道供养啊 金铲佛寺跟买卖有价码的 有收入啊 我不相信啊 我说我走释迦摩尼佛寺路子 一生奖金教训 看看会不会饿死 会不会动死 虽然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可是没有按摩 也没有受冻啊 每天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没有牵挂了 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也有些我们同辈分的发誓 对我走这路担心啊 将来怎么办 特别是老了怎么办 我现在老了 有人照顾我 人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 张家大师告诉我 真正发心 一生佛菩萨照顾你 我相信啊 佛菩萨不会忘语啊 所以对于自己从来不去想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谁愿多日啊 绝不叛云 那一生 从来没有张口问人要过钱 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一定要记住 如果有人打着我的名号去墓军 画园 跟你说全都是假的 那是他们干的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啊 我一生替大家办事情啊 你拿供养要我替你办事 你只告诉我一个数字 我不要看这个钱 啊 我们最大的一笔款项 05年的年底 啊 05年不是年底 应该是年重 新加坡有一个句子 啊 他家住在 印尼 啊 他的父亲在香港 经营一个小的轮船公司 过世的时候 公司卖了 他们兄弟姐妹都不愿意经营 所以卖了分钱 啊 那么他是老大 大哥 分到一笔钱 来告诉我 啊 他不需要用这个钱 希望我帮他办教育的事业 那正好 我们在堂支搞这个文化中心 我说他太好了 啊 多少钱呢 900万美金 那么一下去问题就去了 啊 我也没看到 没看到 啊 那一边 在搞这个工程 他们有个 有个银行户头 回到那边去 啊 我替他用了 没看见 这个自在啊 啊 这个不操心啊 啊 许许多多 慈善公义事业 我是这么做的 啊 啊 这么多年来 也有同学 我银行也有个户头 啊 我也不公开 也没人想到 很少数的人 知道 啊 寄一些钱给我 啊 累积这么多年 啊 我去一查 查银行账单一查 我非常惊讶 怎么会有这么多 啊 多少人 一千万美金 啊 那么正好 商务营书馆 印司库全书 世界书局 印司库汇药 老板他告诉我 说好 我现在有钱 啊 我说你们 要用过去老价钱 优待我 啊 我说我给你买 啊 他同意了 啊 一过去老价钱 过去老价钱 四股全书一套 五万块钱 我说好 我给你订一百套 就五百万去掉了 啊 世界书局也如此 啊 会药 我给你订两百套 全书之药 一百套 一万套 就 过学之药 一万套 也是五百万美金 这一千万大小到处去了 啊 这个书印出来 送给全世界 啊 大学图书馆去收藏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就不会一世了 灾难再多 不可能全部败回 总会留下一些 我们用意在此地 希望传统东西能保存 啊 钱没有用啊 会贬值啊 有这个东西很操心啊 啊 我有跟没有都不操心 有等于没有 啊 要用的时候 我再去查一查 看有多少 啊 真的 真正有需要的 他就有人送来 送来的数字很有 很有意思 不多不少 啊 刚给我开箱 这就好啊 啊 要钱干什么 啊 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集财善道 啊 啊 为什么善道 你心里会加以 挂念这个东西 那对你清净心产生障碍了 平等心产生障碍了 啊 所以这个不是好东西 啊 啊 财神明是睡啊 都要把它断掉 佛说 地狱五条根 一条根 都不得了了 五条根 多俱促 你不躲地狱 谁躲地狱 啊 啊 不修佛 不知道 学了佛之后 这五条根拔掉 啊 真正方向 啊 生活简单 每天吃吃很少 现在年岁大了 啊 发现的时候饭量比以前少了一半 啊 现在一点点东西吃了就饱了 啊 啊 从来没有感受到惊悟 这就很正常了 啊 啊 什么都随便 随便就自在 没有挑剔 什么都好 都快乐 啊 什么都不计较 啊 你要想 这个世界没有在哪 我告诉你 你怎样去想 怎样去做 在那就没有了 以平等心 恭敬心 爱心 对一切人死 在那就没有了 啊 最怕的是 跟这个人出不来 跟那个人有意见 这就很糟糕了 啊 中国古人讲 家后万事先 我能跟天下一切众生 让我活目相处 你说你多快乐 啊 把自己的成见丢掉 才能横顺众生 一定是我是对的 你是不对的 这事情就麻烦了 啊 对自己身体制造疾病 对居住的环境制造灾难 这真的一点都不假 啊 把这些人物是非也一笔够小 啊 对待任何人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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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